未安全把关 小机会已抽查了市面上 贩售的指甲油去光水 发现四分之一不合格 严重的里面有有毒物质甲醇 那么使用过多会造成指甲军类变形之外 严重的可能罹患癌症 这款台湾制造的去光水 被验出含有致癌物质甲醇 百货卖场人员紧急将产品下架 就马上下架 例一下可能就是会告知厂商 然后请厂商做出一个就是说明 小机会抽查市售20件去光水 结果有6件产地和成分 标示不清 其中有3件更是含有致癌物质甲醇 产品都是台湾制造 价格低廉 仅仅20几元就买得到 可能你的指甲就会变形了 规裂了 甚至它是颜色者也都不对了 光滑度也都不对了 甚至很容易就有碎裂的这种情况 所以能够不用指甲油 就不要去用 你不用指甲油 就自然不用去用到什么去光水 女性朋友爱做的指甲彩绘 却常常因为指甲油或是趋光水 本身含有有毒物质 美甲变成丑指甲 就是做水晶指甲 然后就是做太久 然后就指甲就变一条一条的 就断裂的问题 对 然后要怎么保护 就是把水晶指甲拆掉 然后慢慢的保养 然后让它再重新长就好了 购买前看清楚趋光水的成分 挑选合格厂商 才能够让指甲漂亮又健康 中间新闻杨静明 许绍平 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 拜拜